有很多菜,我是发现了,真的不能光平样子,就判断它到底好不好吃 平样子的话,我们将会错过很多美食 就像这一碗辣椒糊涂,光看样子其貌不扬的,甚至觉得难吃 但是很多人都喜欢吃,说明它就真的好吃 今天就把辣椒糊涂我们河南的做法分享给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我们准备一只碗,加入适量的中筋面粉 再往里面慢慢加入清水 先把它搅拌成一个比较稠一点的面糊 像这种状态,一开始里面有很多的面疙瘩,我们使劲给它多摔打摔打 搅拌成像这样,比较光滑细腻,没有面粉疙瘩的状态就行了 再加入一点土豆淀粉,然后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让它浸泡10分钟20分钟 时间到我们再用筷子搅一搅 把这个稠面糊给它稀释开 一直搅到里面没有面粉疙瘩了就可以了 像这样 接着再准备一根大葱 把大葱分成四半 再切成碎点的葱花 再来准备两根蒜苗,只要蒜白 把蒜白也切成碎点的蒜花 切好单独放入盘中 再来准备一大把虾皮 下面起锅热油,倒入食用油 放入葱花,蒜花爆香 炒出来香味后,倒入虾皮 虾皮炒过后会变得更加香 接着往里面加入一大勺的辣椒面 喜欢吃辣的可以多放一些 炒辣椒面的时候用小火慢慢炒 这样可以防止炒糊 炒香后,再加入清水 然后调味加入食用盐 生抽 用大火烧开 这个面糊我们在用的时候 先把它搅拌搅拌 搅拌好就不沉淀了 水开后加一点水 趁水还没有开的时候 往里面倒入面粉水 一边倒一边用筷子搅拌 这个辣椒糊涂的浓稀程度 看自己的喜好来 但是也不要太稀 喜欢稠的可以稠一点 像我视频中里面的状态 就很好,不稀不稠的 最后煮至大面积的冒泡泡就熟了 出锅前加点小莫香油 搅拌均匀 一道其貌不扬 但是很多人都喜欢吃的辣椒糊涂 就做好了 像这样做出来的辣椒糊涂 别看简单 吃起来真的是超级废馒头 但是做起来真的是很省钱 蘸馒头吃真的是太好吃了 辣椒糊涂在入嘴的那一刻 口感真的是很丝滑很细腻 和馒头配起来真的是太好吃了 喜欢可以试试哦 尤其是牙口不好的 这样做真的是太美味了 谢谢您的观看